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歷史上大家記得在80年代 愛滋病的恐慌 當時真的很大人害怕 你有沒有印象的時候怎麼樣? 沒有的 就算這些橋段 是拿來拍電影裡面 在那裡嚇人說自己是有愛滋病 然後拿來嚇人其實就沒有 那些這樣的gag 其實就是 今天來講就已經不可以開到這樣的玩笑 因為經歷了從80年代開始 叫大家關注到現在 今時今日 今時今日我們知道 愛滋病不是一個不治之症來的 但是你就需要去長期吃藥 那你就能夠將你身體上面 那個愛滋病的病毒數量壓到很低很低 於是讓他們就算有一個變異 他們的變異的速度也來不及 去兜開了 令他們產生足夠的抗藥性 所以就是可以一個人的有生之年 那就可以就是 你只要每天吃那顆藥 那你就不會有那個免疫力缺乏症 就發了出來這樣 是啊 但是如果你回顧歷史 幾十年了 是不是突然間在這幾年的進展是快很多呢? 嗯 我想那個藥物的進展 就已經去到某一個程度 就去到一個瓶頸位 因為那個愛滋病自己 尤其是這種叫HIV病毒自己本身 它最狡猾的地方 它是有能力將它藏身在人自己的免疫系統那裡 就是說一般來說 你在你的身體 你的血液裡面 沒有了這個病原體 那就為之沒有病了 那因為那些病原體沒有定理了 那它在你的血液 體液裡面 全部就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那我們在說我們那些什麼 就是傷風感冒啊 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了 但是愛滋病不是的 它可以完全由你那個血液裡面 引伸了之後呢 它還可以透過它介入到那個基因 就是那個能夠去介入到那個免疫系統的記憶機制裡面 令到它自己繼續有一個能力 藏身了在你的免疫系統那裡 然後就是當你不管它的時候 它就會有空就會突然間退出來了 一退出來了的時候 它又會繼續去復活繁殖的 而你如果還是用化學形式的藥呢 你是進不了那個免疫系統去搜一間屋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搜查 然後再這樣消滅 所以很多時候呢 現在就要想的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是 去由基因層面來去介入 或者甚至乎就是說 你簡直是發展一個免疫的療法 就算它能夠藏身了在某些的免疫系統都好 但是那個免疫系統自己本身就可以自己認得到 看得住 變成就是你不用再吃藥的時候 那個免疫系統自己都繼續去認得到 萬一真的有東西出來的時候 它就立刻去打倒它 也都就是 即是這一種透過去 去用一種叫做訓練免疫系統的方法 來使你獲得一個對疾病的免疫力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的思路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疫苗的意思 所以大家就想了 可不可以發展一套疫苗 愛滋病的疫苗出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呢 我們幾年前還在溫疫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一集都要講一下疫苗啊 疫情啊 那些這樣的事情 我也知道現在很多的聽眾就是 大家對於打疫苗就是 可能身邊也有很多人有很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想在來到這個位置 有一件事我想大家不會太抗拒就是說 如果先前去對抗肺炎疫情的那種這樣的疫苗的技術 是可以將它拿來去治療外滋病的話呢 那其實是有得想的 是不是 因為大家會理解到 外滋病這個病的代價是多大的 就是對於那個病者 它是會承受一個要一輩子吃藥啦 或者它對醫療系統的負擔是大啦 還有萬一就是對於窮人來說 它沒有了這個治療的時候 它是死定的嘛 它真的就會慢慢幾年之後就 免疫力缺乏接著就會死的了嘛 就是不可以不醫的 一不醫它一定會死的 就是我們知道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想 這樣就可以儘管 用一個實驗的方法來去試一下 我們能否發展到這個外滋病的疫苗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呢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Moderna 那種這樣的mRNA技術 去怎樣能夠引發到身體 去產生這個抗體 去打這個外來的病毒 OK 對於那個肺炎的這樣的冠狀病毒 那麼我們就是 這個原理就簡單地說一次就是 你掌握到那個病毒的基因片段 將它製成為一些的叫做信氏DNA 一些叫做mRNA 不是DNA 信氏DNA OK 所以叫做mRNA messenger RNA 將它製成這些製劑 這些製劑就會令到我們身體 產生很多這些病毒的外殼 然後我們的身體去認這個病毒外殼的時候 就透過這個過程就訓練到身體免疫力 去認得去產生一個對的抗體 來吸住這一種這樣的病毒外殼 就算是有真的病毒的時候 你照樣吸住這個外殼的時候 令到整個病毒就不能夠再繼續去繁衍 OK 同一個的手段 用在外資病的時候就不行了 是真的試過拿這個mRNA技術來 去製成上一代的外資病病毒 而且我們好像也有介紹過的 然後我們也有報導過的結果是失敗的 我們就拿回最主流的外資病病毒 試一下可不可以用照版主管 再拿回那個病毒基因資訊 尤其是跟它外殼有關的部份 然後製成疫苗去打 不得那個位在哪裡呢? 試了3、4個版本 基本上都失敗了 原因就是因為 外資病病毒它的變異很快 你拿了這個出來 去製成一個製劑 你打算量身訂造去吸住它的外殼 但是它自己變異的外殼都變了 它逃過了 是的 所以在這裡來講就沒有什麼用 就是沒有什麼好的消息 我們之前報導過 但後來發覺就是不行的 如果純粹用那個 去克服肺炎疫情的那個思路 去弄這個HIV免疫制劑是不行的 那麼好了 但是這裡又要結合一些我們對於愛滋病的其他的認識 原來我們就算去到1980年代尾 好像應該是由1990年那裡開始有研究報告發現 其實對於大約10%的愛滋病病人 他們的身體免疫系統是有能力去產生少量 去克服這些HIV病毒的抗體 而那種的抗體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 就是它很厲害的 但是它產生的量太少 不足以令它身體能夠打贏這場仗 所以很早在1990年代開始 已經有人朝著這個方向去研究 原來我們身體有部分人的免疫力裡面 它是有能力去產生少量 真的能夠打倒HIV病毒的抗體的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怎樣去找到這些抗體出來 去瞭解它的形狀 以及怎樣能夠令這件事大量複製產生呢 那種叫做它有個名字的 就是這些能夠我們人體能夠自己產生那種很少量 而且能夠對愛滋病病毒有效的那種抗體呢 有個名字叫B-NAPS Broadney Neutralizing Antibiotic 它簡稱就是BNAB 有時候加上S在下面 因為有幾種的 它就說這一種跟我們一般的抗體的分別是什麼呢 它是特別厲害的 特別通用的 特別universal的 它是可以克服到 它是可以克服到外滋病外殼的變化的 但是可惜呢 就算有些人能夠產生到這一種呢 它們產生的量不夠 因為它們是需要依賴我們免疫系統裡面的一種叫做B-Cell 一種B的細胞 應該就是一種白血球細胞 這樣來產生 但是因為HIV病毒本身已經能夠大量供佔這個免疫系統裡面的這些白血球細胞 不僅是B-Cell 而是它們的C-0的細胞叫做T-Cell 都可以襲擊到的 所以就等於好像一個軍隊叛變 你最後能夠組織起有效抵抗的那些 就得變了少數 所以最後呢 我們的身體免疫力都是打不贏的 但是當然啦 曾經我們都看過在一個極少數極少數的情況之下 是有人真是能夠天生可以產生足夠的這些B-Naps 你去打低了 你去贏回外資病 但是這個呢 所以這裡就給了一個希望就是 只要我們能夠有效地訓練到我們的身體 裡面的那個叫做B免疫細胞 B for boy 那種B-Cell 能夠訓練到它 令它產生那些叫做B-Naps 的東西 那我們一般的那些 如果你說剛才說 肺炎疫情那種技術產生出來的抗體 那些就不屬於B-Naps 那些就不Broadley的 那些就純粹叫Naps的 有些人就會給個名字 就是它出來的那種抗體 通用性不夠強的 但是對於我們的肺炎疫情來說 因為那種這樣的冠狀病毒的變異 都快 但是比起外資病病毒來說就不快 所以我們還可以用那種傳統的手段來解決它 但是對於HIV病毒呢 就是那種變異速度非常之快呢 你一定要是能夠讓身體點得著這種B-Naps 才可以 那好了 正式講到這個星期的發現 那個氣肉就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有不止的一個實驗小組的 是有世界上有幾方面的專家已經同時研究 因為那個研究成果 無論是Nature 和Science那裡 是有兩三組的研究成果都同時間發表了 它也經歷了一個臨床的研究 有些研究是在猴子身上做的 有些研究是在老鼠身上做的 也有一個結果是在人身上做的 所以它們幾方面的結果同時佈折 所以我也覺得它們有一點點是夾起來 還是可能是那些期刊的編輯 就特意將這件事夾起來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強的訊息給大家 就是說我們終於要衝破了發展外肢病疫苗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瓶頸 就是說我們怎樣去促使到一些動物 應該可以包括人類 它的身體免疫力裡面 去大量產生BNAPS的這種很通融的抗體 而那個技術得意在的地方就是說 它比起我們先前那些克服冠狀病毒的那種mRNA疫苗 做得更加仔細 是中間需要大約三至五針一步步的疫苗 來去幫你身體上面去牧養 去導引你身體上面那種B cell 令它最後能夠大量產生BNAPS的東西 就是說它一開始不是很聰明 不是很認得的 現在就是說這個疫苗的作用就好像真的直接去徵召 還有訓練這些軍隊的作用 將它由初代不是很懂得產生BNAPS的那些B細胞 召集起來上來 召集起來是什麼意思呢? 簡直是叫你的身體會和我突然之間大量產生它 要不要忘記愛滋病其中一個很古怪的很古惑的地方就是 它們可以跳過了它們可以規避到這個免疫系統 它襲擊到那個司令那個T cell 令到那個司令不懂得在下面去馬上去召集更加多的免疫細胞 但是現在這個角色我們有辦法透過疫苗方式去override 取代了 就是令到愛滋病它就算不懂得召集這些 它可以避開到不會召集到這些免疫細胞出來 但是我們用疫苗方法做第一步 跟你召集這些B細胞出來 但是這些B細胞它還沒有裝備好的 之後再需要第二個疫苗 第三個疫苗 第四個疫苗 逐步教釋你去認這個愛滋病病毒上面幾個不同的部分 令到它們手上拿著的武器越來越強 所以我會說現在的MRNA疫苗技術已經複雜到一個地步 你打這個疫苗過程就變成真的每一針都不少 因為第一針就是叫做Call B細胞出來的作用 第二針就是教這些第一代的B細胞 去做第一期的訓練 第三支疫苗就幫你做第二期的訓練 最後經歷了多三、四支疫苗之後 就令它成為一個周身刀 真是可以產生到那種叫Bnaps的抗體的一種B細胞 現在就這樣說 原理大約就是這樣了 這裏都是嘗試 只能夠我避開一些專有名詞去說 那是不是代表著已經完全成功呢 就不是 現在就是說 最後經歷了四針 其中一個研究就是 最後經歷了四針之後 那就發覺 那個應該就是猴子也好 還是人也好 它能夠 在那兩個個案子裡面都能夠產生到一些Bnaps出來 而且那些Bnaps 似乎是可以已經有 對於在同一個宿主身體裡面的兩種不同的HIV病毒 都分別是有低效了 而且我們相信 只要那些Bnaps 產生再多些的時候 最後就會可以用數量來去贏回這些HIV病毒 那現在他說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可以成功觸發到足夠的Bnaps 來去針對那個宿主身體上面 其中一個HIV品種的三成是可以殺得到 而另外一個品種也都有15%可以殺得到 那你聽到的數字好像還很少了 但是不要忘記 如果沒有這種技術的時候是零了 完全是零了 所以接著下來做的就是 我們怎樣去再安排那個軍訓的過程 就是對於那種Bnaps 訓練的過程 以及怎樣再安排多幾期的疫苗 令到可能 原來就是好像煉乾坤大萊兒那樣 煉夠七層 最後出來給出來 它就能夠產生那種抗體是全部殺了的這樣 那現在似乎就是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 就是一個標準的步驟去繼續去邁向一個 就是更加成功的數字了 那你剛才提到那個Bnaps 它是普遍成的 會不會說 如果再厲害一些的 所有病毒都可以被這個Bnaps 殺了呢? 現在就是這樣 它是你給Bnaps 的訓練那個教程 是要用到那個HIV病毒本身的資訊來去量身訂造的 就是它要懂得去弄一件武器出來 是專門去克服這些HIV病毒 如果你說世界上會不會還有另外一種病毒 它的變異都是很快的 其實你不要說 現在這種技術的人就說 季節性流感 簡直就是說流感一年都不知道多過變種了 變成一個地步就是那些針都好像未必很抓得住了 但是現在會不會就是透過這一種這樣的製程 你最後那些季節性流感你都可以就是 你原來就是打幾針 你最後覆蓋的準成度就會再高很多呢? 因為它能夠出來比出來的抗體就是更加 universal的 在這一種療程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想著整個療程的五針 打完第一針就不打第二針直接打第三針 不可以的 一定要是一針跟著一針 因為每一針就是一個cost來去upgrade它 一定要是逐步的upgrade它 不可以次序不可以調亂 還有每一針都是很獨特的作用 就不可以skip的 但是這樣說 如果告訴你最後針對那個病是愛知病的時候 那我想大家就 對於愛知病病人來說 我想他們不會放棄這個希望 對於大眾來說 你也知道就是說 有病的人可以獲得治療 你也會覺得更加合理 是不是? 這裡在完結之前也提一提 就是在那個人體測試的時候 的而且確有一個受測試者 他是突然之間是對疫苗敏感的 他原來就對疫苗那樣東西敏感呢? 就是那個穩定劑 這樣東西其實在那個肺炎疫情的時候 也都出現過 裡面其中一種帶有金油的那種穩定劑 它就不是藥本身來的 但是它是要幫你把藥的成份有效地 溶在那個溶液裡面的一些添加劑來的 的確有人會對這些添加劑是敏感的 但是現在呢 為了克服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找到另外一種的 去叫做 溶解這種制劑的方法 就是不需要用到那種的金油 就不會觸發到那種免疫反應 於是如果世界上有一些病人 或者是參與測試的人 他會對這種成份敏感 說他可以避開 那你之後結束我們下一節就回來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情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這個叫做Shift Shifter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是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 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 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這樣有機會 那些人就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還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幾圖 對不起 你好嗎 你好嗎 我好嗎 我原來是